男人为了200块钱,竟甘心当起接盘侠 但他没当过父亲,也不晓得这笔钱能否养活一个孩子 但他知道,这200块钱用来养自己,绝对能行 受全国范围的下岗潮影响,无数工人一夜之间成了无业游民 40岁的大权也是其中之一 他的人生就如同这座城市 脏兮兮的街道,贴着广告的围墙,以及脚下遍地的垃圾 一年四季没有一天是情,永远那么晦涩阴暗 偏偏他还是个光棍,感情和钱两袖清风 下岗之后更是求得不可开交 找不到工作的他只能到工厂附近到处转悠 或者干脆到城墙下蹲着等活 可一天下来,半毛钱都没有进账 几个天完全黑了下来 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一个面摊前 然而他在摸遍全身后才发现 自己连一碗两块钱的面也吃不起 他脚步地离开,回到家翻箱倒柜 却只能找出几张工厂的饭票 大权仔细地数了数,发现足足价值34块 然而现在太监下岗 大权仔细地数了